畫三角格子乘法練習 今天我們要用畫三角格子來練習數學的乘法 如下例 我們要做的題目有這些 來看第一個 38乘以7 如何利用三角格子來做乘法的練習 首先我們畫出一個 2乘3的格子 將38寫在這邊 7寫在這裡 我們將格子畫成兩個三角形 那就利用乘法 先做7乘8得到56 放在這裡 再做7乘3 21 放在這邊 接著 我們要將 紅色的6是個位 寫在這裡 接著將 粉紅色的1和5 加起來 寫在這邊6 再將綠色的2是百位 放在這裡 如此 如此就完成了 3乘7的乘法 得到答案是 266 於是 我們將答案寫出來 38乘7 等於 266 當然請大家可以利用計算機來驗證一下 接著我們來練習46乘35會等於多少 一樣 我們畫出一個3乘3的格子 把46填在這裡 同樣的35填在這裡 我們將 每一個格子 畫成兩個三角形 開始來做 最底層的乘法 先做5乘6 得到30 再做5乘4 得到20 放在所對應的位置 接著做3乘6 得到18 最後 3乘4 得到12 同樣的 我們用斜的部分 將它 寫出每一個 位置 所代表的數 0 因為沒有相加 直接寫0 那第二個 粉紅色的位置呢 有 有038把它加起來 得到 11 注意到 1要進位 進到百位 綠色的221加起來得到5 再將 進位的1跟5加起來得到6 這是百位 接著 千位 沒有進位所以直接把1寫下來 46乘上 35 它的乘法 所得到的答案就是 16 10 接著我們再練習稍微大一點的數 85乘上78 同樣的我們將格子 畫成 3乘3的格子 將85 寫在這裡 78 寫在這裡 同樣的 畫出 三角格子 那將 8乘5得到40 寫在這裡 8乘8得到64 寫在這裡 再將 7乘5得到35 對應寫在這裡 再將 7乘8得到56 對應寫在這裡 同樣的我們先把紅色的各位 先寫下來 得到0 那 粉紅色的10位 加起來 會得到 13 1要進位 到 100位 所以我們用綠色寫出來 再將 100位的6 加6 加3 再跟 剛剛進位的 1加起來 得到16 接著我們將 千位的 5跟1 加起來 得到6 所以 85乘上78 他得到的答案是 6630 接著我們再來做一個更大數字的乘法 164乘上47 那我們畫出來的格子就是 4乘3的格子 首先將 164寫在這裡 47寫在這裡 同樣我們將格子 畫成兩個三角形 我們先做 7乘4得到28 7乘6得到42 7乘1得到7 那我們要補成 07 4乘4得到16 寫在 對應的位置 4乘6得到24 4乘1得到 04 這個位置 那一樣我們將 紅色的格子 那一樣我們將紅色的個位 寫在這裡 7加4加4加4 省略不寫 所以我們知道 164乘上47 它的答案會是 7708 我們再來練習一個更大數字的乘法 我們將 245乘上836 去算它等於多少 一樣我們畫出一個 4乘4的格子 那首先將 245寫在這個位置 836 寫在這個位置 將每一個格子 畫成兩個三角形 先做6乘5得到30 放在這裡 6乘4得到24 放在對應的位置 6乘2得到12 接著我們做 3乘5得到15 放在這個位置 再來 3乘4得到12 放在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做 3乘2得到06 接著我們再做 8乘5 放在這個位置 再做8乘4得到32 放在這個位置 接著最後我們做 8乘2得到16 放在這個對應的位置 同樣的 我們將每一個位置的顏色 相加起來 放在對應的區塊 先做 各位 得0 接著粉紅色的 10位 得到12 金位1 接著我們做 綠色的部分 相加 是百位 得到了8 那再來做 棕色的 千位 得到 14 金位1 接著我們做 紅色的 萬位 得到了 10 10 最後做 10萬位 加起來得到2 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 245乘上836 最後的答案就是 2048 20 這就是我們畫格子的 乘法練習 雖然它不會是很快 可是 大家學習有這種方法 可以算出 乘法 只要練習簡單的乘法 和 加法 就可以把這個大的數字 乘法算出來 或許有些人說可以用 直式 相乘 我想那也是一种方法 这只是提供另外一种乘法的学习 好 接着我们请自行练习三角格子的乘法 如下例 第一个回去自己算一下 65乘38会等于多少 接着再算72乘上42会等于多少 最后你可以利用三角格子练习乘法做一下 359乘上263等于多少 希望以上的方法 是提供大家学习乘法的另外一种思维 不见得快 但是大家可以觉得有趣的话 就把它学起来 你可以继续观赏此频道的其他影片 也希望你能够订阅此频道